长大的,而王俊凯作为TSBOYS团队中唯一成年的孩子,竟被王源和易阳千玺说,跟其有代沟,曾经在某次采访中,主持人问到三人谁的腰最细,王俊凯坚持是自己的腰最细。 而易阳千玺竟这么对王俊凯,女腰还细,经过现场的测量后,真的是王俊凯的腰最细,而有腹肌的易阳千玺腰则最粗。 成年后的王俊凯也针对很多尖锐的问题做出果回答,王俊凯说18岁了想学驾照自己开车,去感受一下重庆的魔幻山路。 而后记者问道,王俊凯的酒量怎么样?小凯回答不知道,这大概说明18岁之前,小凯还是一个不沾酒精的乖宝宝。 还透露会在拍戏的的尺寸上有所突破,脱掉上衣是OK的。 粉丝都表示以前的王不露,已经一去不返,接下来就是各种感情戏,吻戏也许还会有传戏。 而更让粉丝心碎的问题,王俊凯也回答了,今后的初恋是看缘分的,会帮女孩子打热水买早餐。 这不就是大学的恋爱模式吗?看来小凯也想在大学谈一段纯纯的初恋。 在小凯的18岁生日祝福视频中,很多大哥哥都建议小凯在大学中谈恋爱,李一芳还让小凯在班上找,而且好兄弟董子剑都成奶爸了,小凯也得抓紧了。 作为小凯真爱粉的你,希望小凯找一个怎样的初恋女友?